受疫情影响加上又是暑假正式用血量高峰 而日前南区捐血中心也指出 医疗用血量的库存只剩不到7天了 对于有用血需求的民众来说不是很乐观 台东捐血站主任也呼吁 符合捐血资格的民众赶快前来捐血 目前已经进入暑假 正式用血量的旺季 但目前各地区的捐血站 却不断传出血液库存量不足的警讯 在6月底时 南区血液中心更是发出医疗用血量库存 仅剩不到4天的资讯 而台东捐血站主任也表示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导致民众捐血的意愿降低 虽然经过几次的号召活动 但捐血量能是没有明显的上升 因为疫情开始之后 最近缺血的情况是算是比较严重 说到截止到昨天的时候 库存量大概只剩2天多天而已 这是对这个南区而言 是一个供应给医院端血库 确实是一个很吃紧的一个数字 在此也是来服务于可以健康的军血人 若是你最低于给你外面有生病包烧 也没有吃什么药物的话 都欢迎来五秀捐个热血 我们常说军血在周一到周三是属于公休日 所以我们有服务军血人的实际上 是从周四到周日 四五六日每天的八点到五点 而捐血站主任也说 目前高雄地区的血液库存仅有4.8天左右 远低于安全的库存天数 欢迎符合捐血资格的民众 可以在捐血站有服务的时间内 前往捐血站进行捐血 帮助有血液需求的民众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哇